董事長今天標題是大家很想知道的 今天台股大盤有135點的下影線 但是量卻是4月初以來真的是最低耶 董事長現在到底是買點還是賣點啊 今天有下影線135點嘛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不錯對不對 可是並不是一件好事情為什麼 因為跟亞洲股市比較起來 它並沒有很強勢 或只是台股並沒有很強勢 為什麼 另外一個你剛才說到說 量為什麼穿4月以來的一個新低喔 為什麼是某個政策問題 那政策這影響到台股 那為什麼什麼政策 我要跟你講 那是買點還是賣點 其實應該是買點 為什麼 那我今天會再跟你講 車用那個晶片缺貨 其實對岸正經在打這個 車用晶片概念股 為什麼 為什麼這很重要 聽到我的故事你就知道 台灣的車用晶片缺貨概念股 正要起漲 然後就有打這地本 比貨櫃三雄是差不多 行情底部over了嗎 是不是準備要上上呢 都在我們今天通通我們的榮耀化 你一定要看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 今天是8月9日 台股開盤17505點 中廠收在17485點 跌41點 美國的7月非農就業數據 驚艷華爾街 再加上美幣走強 黃金的價格還有油價都是下跌的 那10年級美債值利率已經攀升到1.3% 美股是由能源股帶頭上漲 但是科技股有壓 四大指數是漲跌互漸 其中道瓊及標普白指數 盤中刷新高 那再來看到台股大盤今天開盤極跌 當日最低點有到17350點 但是盤中跌幅收斂 那貴買指數呢 今天這根黑K是收斂了上一週整週的漲幅 後續盤式簡訊我們交給經濟日報全國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蓉投資長 土長好 肉依各位朋友大家好 土長 今天我想要先跟你聊聊經濟日報選股 我覺得很厲害耶 因為上週的時候 其實你這個選股就要先交出去了嘛 你是不是有看到航運股有什麼貓膩 所以這一週呢 五檔裡面有三檔都是選貨櫃三雄 今天盤中其實貨櫃三雄就是航運股 它的表現都是優於大盤的 投掌到底是怎麼看到這個趨勢的呢 這很簡單嘛 是 有時候跟一些賞戶對座就好啦 喔 喔 對 這個對座不是對座啦 是說你們不要這個 因為我就算我是一艘 就算我是一艘航空母艦 是 我也沒辦法載那麼多投資料嘛對不對 超載了 那裡面就有一個人超載了 哇賽這個超載了對不對 這個超重的 6230超重 很笑話 這個超重的那沒辦法嘛 那就是航情過熱你要讓它冷卻嘛 是 那時間波的整理 所以我就說等到那個 等到這個相關的人數 直播人數回到2000附近 差不多就買點了 是 我是不是一直跟大家講 沒錯 2000啊 你看喔 本來那前陣子航運股最紅的是喔 是 每個人都知道我是航運趙子龍 摩爾趙子龍 對 七星七出航運股 對 看到直播人數大概5000、6000 尤其跌的時候大家更多 我說這種跌法不是這種觀看人數 是 大家死心了 覺得我不準了 這時候我就準了 你看喔 那時候我不準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哇 相信者者財富對者 我快笑死了 那上禮拜跟我對坐 你不就升天了 是 是不是 上禮拜我是冠軍啊 對啊 不是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 好 這是我是經濟日報 肉依也看過那報紙 大家都看過嘛對不對 沒錯 我是經濟日報認可這十幾年來 最高績效的紀錄保持者 是 最高 而且我一次又一次突破紀錄了 對 幾百位分析師 只有我郭子龍突破這紀錄了 是 這不是開玩笑的 你聽一些玩友 有聽聽這樣 開我玩笑沒關係 你不要真的拿真槍實彈來操作 你知道嗎 到時候你不是來 不是來打電話罵我 是要拿電話打那些玩友 你知道嗎 因為你說居然 現在他們講的話 居然跟哲哲對坐了 這不要開玩笑 我說很多事情喔 不要開玩笑 所以很多錢多 真的不要這樣開玩笑 你會全都捐出去 所以我說我當直播人數下滑的時候 寒英股就起來了 有沒有 所以今天 投資阿建哈英股有沒有賺多少啊 你不能這樣講 為什麼 因為今天台股怎麼樣 台股真的有壓耶 是 台股有壓對不對 而且今天標題也很聳動 我們成交量真的是 從4月初以來是最低耶 然後下影線有135點 通常到底怎麼看呢 這兩件事先慢慢講 講這成交量我就很難過 是吧 我們先慢慢跟大家講這東西 來 OK 這萬海萬海最後是跌嘛對不對 是 可以看一下 長榮呢還是漲啊 對 然後咧 2609 陽明呢 陽明也是漲啊 是 所以三雄裡面 萬海陽明漲啊 補漲嘛 老二老三 之前行情怎麼樣 相對比較弱勢的 現在先補漲的 沒錯 這是好消息喔 好 這是好事喔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來 貨櫃再打底了 那 這個 其實這個 貨櫃要打底會不會持續 會 為什麼會 因為疫情怎麼樣 還在擴散 是 如果你看到 Delta肆虐 連底購物記不妙 這是我說的 連底購物記不妙 可能會有一些 為什麼肆虐為什麼 因為疫情擴散對不對 對 不利消費者的支出展望 是 可是也不利怎麼樣 也不利貨櫃怎麼樣 欸 我運送到各個港口去嘛 因為功能可能難必難易的嘛 對不對 對 這是我說的 第二個 慢跟你講 好 這問題是什麼 可是你看 美國七月就業又近一年最猛 我禮拜五的預測是錯誤的 可是我的邏輯是沒問題 什麼邏輯沒問題 我說過如果美國七月就業怎麼樣 很差的話 結果延後升息 結果延後升息 發明什麼 美國七月就業很差的話 結果延後升息 延後升息 延後升息就有利股十三兩萬點 沒錯 那這個又說Delta肆虐怎麼辦 我就講了一個是目前 一個是未來 我看的是未來 好 如果Delta再次續的肆虐下去怎麼樣 那我跟你講 勢必美國是要做一些封鎖政策 是怎麼封鎖而已 你懂不懂 是 或者說影響到景氣你知道嗎 因為美國願意打疫苗的話 還是太少了 你懂不懂 對 你看嘛 那個我不知道 我來聽看是 是不是在臉書還什麼新聞 他臉書已經跟你講了 你現在你要打疫苗喔 我不知道是臉書還哪一家 它是亞馬遜 反正在美國很有名的一個企業 你要打疫苗才能進辦公室 有三個人就是不打疫苗 我自己喔 那不打疫苗怎麼樣 就被file了 他不管你那麼多 你懂不懂 所以這個還可以斷妥協的過程 你聽得懂嗎 不會這麼快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美國每次我趕快跟大家講那些 我趕快 每天的新聞都是這樣子 跟你講疫情的關係 不過台灣的疫情我比我想都好 連續只有四例而已 好不好 難怪這幾天我開車都塞了 都塞了 對啊 外面好多人 好來 8月8號美國看起來下滑了 3萬6 會不會再下滑呢 下滑就好事囉 那就代表美國真的會怎麼樣 會生息喔 我以數字為準嘛 近7天平均11萬人對不對 對 嗯 11萬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11萬 11萬有沒有看到 可是最新數字呢 3萬6 有拉低平均喔 好不好 對 我們看一下死亡人數喔 死亡人數516 大概接近0.5%的死亡率蠻高的喔 注意一下喔好不好 這是美國疫情 畫面給我 英國疫情我再跟大家查一下 你看看喔 看到上市不是有人下滑嗎 嗯 又拉起來對不對 微微下滑 微微拉起來了 是 到26000囉 新增比例27000喔 是 所以新增比例比平均值高喔 注意一下是不是又拉起來了喔 27000來看死亡人數 肉有看說 那個27000嘛對不對 對 對 7天平均值86 我們數一下 86 除以27000 0.03 也 也 0.3 0.31% 也比之前高一點點 嗯 所以注意一下還是有吃女兒喔 所以這對話的病毒這樣子 有點好又不會太好 這勢必會影響到一些疫情的關係的 好不好 好 還是會影響到 那你說會不會減少生息呢 現在變成是英跟哥 兩個人在打仗 對 廢得有些人覺得應該要 怎麼樣 趕快 趕快減少購債 可是有些人可能覺得Delta病毒肆虐的 怎麼看 我跟你講答案很清楚了 到最後只要Delta病毒 持續的肆虐 我就會對了 是 那我會不會對的 我覺得我滿有八成以上的信心 好有時候看比較遠 好我跟你說看比較遠 結果看那個 肉影你知道嗎 福利社我們那時候不是兩大預告嗎 嗯對 第一個我們不是講說今天不是 為什麼今天航運股喔 嗯 那個本來喔 是差點被四五韓給拖累了 是 因為四五韓又要憲徵了 我們福利社是不是講說四五韓要憲徵 是啊 一切一切預告到前面 那我們說過七月的時候 為什麼會被 會被賣掉 嗯 為什麼會那個 陽明會這麼弱勢 對 因為是元大不計代價的賠錢賣掉 你看 元大有人算出來的 元大賠錢賠的是三億 是 你看全部都在賣掉嘛 所以你看我們是預告 所以你看法輪有時候也不一定是對啊 是 你怎麼馬上成交部門等於今年做白宮的 嗯 等於什麼 等於拜登的 為什麼 拜登坐在白宮啊 做白宮 好 好 那時候我們講說是元大害的 可是你說元大害元大是不是故意的 也不能這樣講 嗯 是不是 那時候我們還支援肉依 那時候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對 還有分析師說 不要講這個 因為他怕元大會告人 我說這個如果是事實的話 有什麼好告人 沒錯 對不對 我們堅持對的事情 看我們預告在前面 肉依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 投資長跟肉依我們身兼喔 還是福利社的製作人 很辛苦你知道嗎 謝謝 每天要討論這些話題 你懂嗎 對 所以你看我們都預告在前面 所以我們節目為什麼精彩 兩大預告 連韓運股誰是真知都知道 這是福利社 都推論出來了 好我也是主持人 好不好 然後誰 還有就是那個 四維航現金真知 四維航現真嘛 對 然後元大賣陽明 好 那個韓運股是被元大給賣下來了 是 所以你懂嗎 所以韓運股是被元大賣下 那我們吸口氣 如果陽明一開始不要現金真知 其實籌碼沒那麼亂 是 元大就不會賣股票了 是 那元大不會賣股票 價格沒那麼差 元大就不會賣股票了 就不會多差多了 那把他去除這個因素呢 是元明 殘隆 旺海要還他公道 是 而且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嗯 我再給妳邏輯了 肉依 我那時候有沒有說過一件事情 韓運股現在缺的不是利多 缺什麼 缺的是 籌碼 穩定 對 那我還有一個東西 現在不是要看利多怎麼賺 那時候利多怎麼賺 沒有 那要怎麼看是不是徹底 完成 看利空的時候 對 答案出來 那現在有什麼利空 現在有什麼利空 現在有什麼利空 四維航的利空 是 四維航這個利空真知 他今天一度要拉起來 對 他只要明天喔 收盤價人贓五十四塊 我跟你講代表這個利空 雲淡風輕 我喝個水 喔 對 今天四維航跌幅 13.69% 跌得還好 是 沒有像之前一樣 隨便一個風吹掃動就跌平 因為他最缺錢嘛 是 我們一輕鬆就趕快預告出來了 是 所以沒有像之前一樣 陽明這樣子 可是要觀察 如果四維航能長期 站穩五十塊 是 我告訴你 寒股就會噴出去了 喔 所以現在要先看 現在缺的不是利多 缺的是利空 了解 利空測試 就要利空測試 徹底完成 一樣 測股價的底 測這個 測這個事件 告訴你這個股價的底在哪邊 懂不懂 所以四維航不要破底 代表這個股市有機會上去 第二個 測底嘛 測這個底部 這個底部如果越慢慢越墊高 就有機會了 看起來隨時 可是我強調的一件事 兩個月 要給他整理兩個月 對 第二件事 韓運股要量滾量會更好 為什麼 因為上面那麼多賣壓 是 要量滾量 那可是為什麼 現在量被萎縮了 現在量為什麼被萎縮了 我真的求求官員們 心心好 這時候是奉行了名不與關鬥的人 名不與關鬥的人 我是這樣子想的 可是我這次不得不說 拜託證交所 主管機關 不要搞這一招 身為主管機關 希望是量是要怎麼樣 蓬勃發展才行 可是為什麼 他想說 很多小白這樣賠錢 可是我覺得成交量多 不是總罪惡 現在有些券商是這樣限制 我單充金額 上個月賠錢的 我限縮你當中的額度 這可以做嘛 你就交給各位券商做 可是你不要 你不要用關公的大刀 做那些要砍小事情 做小事情 小事情又小刀 不是用大刀 你知道嗎 一刀砍下去 就像你不能說 你為了要什麼打仿 你就是要強烈升息 是 這樣所有人都死掉 你懂不懂意思 你懂我邏輯嗎 以前14A總裁吧 黃愛蘭說過 你不能為打仿 你用大刀砍下去 那所有人都丟棄無辜 一樣啊 你現在做這個成交量 你這個單充僅私制度 它不只是10天延長到12天 就連交易 就連只要周轉率夠高的 60%以上的 怎麼樣 這新制一開始怎麼樣 我告訴你 那量就會萎縮了 因為只要單充比例6成以上 連續好幾天 不好意思連續6天 如果沒細說吧 連續6天 不好意思 你就要被處置了 是 那是誰敢充量啊 你把那些充量的人 很多人就說 哇 我什麼 什麼 什麼松山什麼 什麼台北凱基啊 什麼松山凱基 松山哪裡啊 什麼政大松山科 哪裡哪裡 券商啊 美玲啊 有些單充客啊 whatever 你根本就不是想那些 一定有這種人物存在的 人家去Google裡面 還去看看 好像是把凱基台北 然後上面貼個照片 你知道嗎 貼著韭菜 也就是說那邊很多韭菜 他們又不是一定穩賺的 哪有什麼韭菜 你想太多 多多韓情他們比較好賺 所以人家也是拿錢出來 來壓韓情嘛 沒錯 我的意思是說扯遠的 一個市場 是必定要成交量存在的 是 你懂我意思嗎 嗯 就是你不能說房價不好 你說我要去罵一些 罵一些房仲啊 仲介啊 你不能這樣說 你今天懂嗎 我覺得量要多 我真的拜託主管金官 不要做這個制度 因為現在已經鐵身的事實 鐵身的事實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讓我來看一下 畫面看你就知道 肉依量有沒有萎縮 有沒有明顯萎縮 有很明顯 272到現在有沒有萎縮 對 有夠明顯的啦 這幾號 272一公佈以後對不對 是 開始萎縮有沒有明顯 嗯 這個不是單中性制度什麼 不要拜託 而且這對小型股票非常的不利 因為小型股票動不動 就單衝比例20%啊 對啊會炒股 你用資本來算 你不能這樣算啊 那有些在外流通股數 本來就比較多嘛 對啊 那在外流通股數比較少的 像旺海就比較難啦 你懂嗎 因為那90%以上的股票都怎麼樣 在特定人裡面嘛 對 只有10%的股票怎麼衝六成 所以這個制度是有盲點的 可是我不能講太多 我講太多了 我變成違背主管機關 各位同學 你們該反應還是要反應一下 也是拜託一下 不要說你們 我們自己反應就好了 真的拜託主管機關 再這樣下去喔 自行量 萬一我們更痛苦 我也痛苦 看這個要死不活的量 你懂不懂意思 因為 很多人說 投資長 這個還沒實施啊 量說你怎麼會怪主管機關 我沒有怪 可是我要講這個 因為我在股市中 我建立過太多的一個行情了 2012年 我們那時候福利者講到 2012年 鄭所稅對不對 劉易如是說鄭所稅 一拋這個議題 量馬上萎縮 對 一拋開這個問題 然後更不要說等實施了 所以你不用等實施了 現在一拋開這個問題 量就先說給你看 這是事實 這跟這種事件很像的 是 那量也說給你看了 所以主管機關要改變 真的拜託 真的信心好 不然很多從業人員餓死 好不好 然後股民也不開心 因為股票不好賣 成交量大絕對不是壞事 好 所以這個問題台灣的股市這個問題 所以你覺得為什麼 台灣股市為什麼 上櫃 你看啊 各位 是 你看一下每股 你看各個股市啊 來看一下 數字不會說話 不會說謊話 國際股市裡面誰最弱 哇 台股 台股啊 很明顯 尤其是上櫃市 對 答案出來是上櫃市什麼 因為大物 大物主力真實要撤退 要撤退什麼 都在這裡 都在上櫃股票啊 中小型個股啊 是啊 因為我小型股 我成交量 我資本而就那麼小嘛 對 我就資本而小 我才到上櫃嘛 不然我就到上市啊 台股店怎麼可能到上櫃 你知道嗎 好啦 我到上櫃了 我資本那麼小到上櫃 你還規定我 成交量不能過高 之前不是說什麼DR個股 殭屍股嗎 因為都沒有動成成交量 現在你又限制我成交量了 我大物主力忠實 我就不玩了 再撤退了 數字不會騙 再撤退了 怎麼辦 所以 趕快改變政策 拜託主管警官 趕快改變政策 不然 到時候 其實 其實我也不用再次呼籲 到時候一定很多 利益團體 建商啊 一定有跟立委拜託一下 不然贊得我們餓死了 一定會 一定會有人在講這個點 你信不信 我會很信 遲早只是我受不了 我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我不要等到什麼 到年底啊 到明年才改變 太晚了你懂不懂 你聽得懂嗎 太晚了 真的太晚了 那時候大家都餓死了 好不好 所以我跟妳講 所以這怎麼辦 除了這怎麼辦 我等一下休息一下 跟妳講 韓國為什麼長得出來 為什麼長得去 跟帛琉有關係 肉圓那時候 整個不是說 好想去帛琉 為什麼 等一下跟大家講 還有 車用電子這一塊 我很有把握喔 因為大陸現在最夯的 也是這一塊 為什麼多夯 車用電子不是說 電動車族群現在不流行的 就是我那天講的 賓士的故事 我今天再跟妳講深入一點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趕快回來 謝謝各位 投資股市 你找對分析師了嗎 如果你還不認識我 你一定是股市菜鳥喔 過去的分析師 看漲說漲 看跌說跌 天天漲停板 每天說賺錢 我是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記錄保持者 也是全台灣LINE 以及Telegram粉絲人數 最多的分析師 郭哲聰投資長 如果你想要找尋一位 在深夜美股崩盤的時候 仍然堅持發送免費最新文章 清晨醒來 就能為你獨家解析 美股財報 以及小豆腐指數 為何波動這麼大 甚至想找尋 在台股衝破一萬三千點之前 就一切預告在前的分析師 那恭喜你找對人了 標股人人都會喊 但兼具天分、勇氣、誠信、努力的分析師 全台灣只有我一位 我是郭哲聰 歡迎加入全台灣最大的 財經分析師頻道 讓我帶你一起進場 賺大錢 頭市長剛剛上一段 有講到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航運股 接下來是不是準備要起漲了呢 還有頭市長 在上週的時候 有跟大家揭露 車用晶片的秘密 所以頭市長 這兩個族群你怎麼看呢 我跟你講喔 這車用這些族群喔 怎麼看喔 我跟你講很清楚喔 我們要慢慢看這些股票 來 慢慢來 好 我先講車用好不好 OK 我車用我講個八卦喔 這八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是 就最近喔 其實喔 都在怎麼樣 都在打喔 打什麼 看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 先來看車用 好 像我今天日報這禮拜有選林申 對 還有我們其實聖誕老公公 其實這也不錯 嗯 很多人問我說林申是聖誕老公公 這個我不跟你講 好不好 反正你們要拆你們拆 反正你們風險支付 重點是買點阿 有沒有買點 像我們前幾天 很多人說 啊頭市長 你今天日報的股票喔 有人講林申對不對 對 頭市長你今天日報股票喔 你選林申怎麼選跌的股票 我選暫停股票也不行 我選跌的股票也不行 我選跌的股票也不行 頭市長 你這個聖誕老公公 為什麼有人猜到 是 他說這股票為什麼你漲上去喔 有人自己猜啦 為什麼你漲上去你才追 你要搞清楚 是我買了以後才變暫停 是我郭州買了以後才變暫停 我剛剛有看到我們那個字幕板的 你不是看字幕板 你剛剛在我演講影片嘛 對 我演講影片的人就這麼多 全台灣不會有分析師跟我講什麼 喔 跟我說什麼 說絕對比我郭子龍分析 比我郭子龍的粉絲人說還多 會員人說還多 不可能 會耍嘴鼻子可以啦 可以攻擊我郭子龍可以啦 可是大部分都嫉妒我 你再記得一件事 只要一個人很 很指名道姓的 幾乎是攻擊我 代表一件事 他會嫉妒我郭子龍 肉依你有沒有看到我什麼時候 特別攻擊一個人嗎 沒有耶 完全沒有 除非他在跟我不能一直講我 所以這代表的意思是 我郭子龍就是紅 那你要選選第一名的嘛 好 你幹嘛選一個愛攻擊的老師 的一個老師呢 那我是他老師啊 因為他每天看我節目 你懂不懂 所以我是老師老師 你要選一個真正的老師 選老師這種老師 同樣的價錢 你要選一個真正的老師 好 回來了 所以我會員人數很多 就是一買又拉起來 我是問林森 我今天其實我也給Roy看那個圖表 福利社會更明顯啦 他們其實現在都有流傳 業界都有流傳 比如說你買賓士 你不可以有那個 你上面數位儀表嗎 是 現在沒有數位儀表 嗯 GLC那種系列 GLC是賣最好的你知道嗎 對 GLC是賓士裡面 台灣賓士賣最好的一款車款 是 他是賣超級好的 因為GLC比GLC便宜一點點 大小看起來差不多 對 你懂嗎 200多萬就可以買到了 同樣200多萬 我講是就賓士而已 你不要這樣子 真的是就賓士而已 他算便宜 又比較大台 對 又可以塞比較多東西 那GLC呢 他又有一些 又沒有那個 好像沒有音響 我看到沒有數位儀表 是 是 你哩哩哩 代表說你根本就不能買GLC啊 你懂嗎 嗯 還不能買那個 不能加加柏林 柏林之音啊 大柏林小柏林都不能加 對 所以那個代表一件事喔 如果是連賓士都缺這些車用晶片 缺一大堆車用晶片 是 你說那二線產商呢 Nissan要不要 怎麼辦 Hyundai怎麼辦 現代新車怎麼辦 缺晶片是全世界都缺的 他要告訴你就是缺了 你不能買 是 他不是說暫時缺 是缺很久 所以這車用晶片是很Harm的 可是台灣的車用晶片 還剛開始講 你要記清楚喔 台灣之前是講電動車 電動車跟車用晶片 不一樣 基本上你不能說一樣 是 電動車是電動車 車用晶片 車用晶片 你要搞清楚 我現在講的是新的新聞 就是你買汽車 你買汽車 你買冰色的汽車 你買冰色的汽車 很多晶片 他是沒辦法的 是 他沒辦法 可能沒有跟車 可能沒有那個腳踢 這個感應式的那個後車箱 可以把你打開了 都沒有 這缺得一塌糊塗 你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跟你講這些股票 也有反而很多股票 拉上去嗎 因為很多有錢人 他會這樣打上去問賓事業務 說到底有沒有 到底是不是 郭忠祐說對不對 GLC什麼200 300 是不是這些 是不是這些東西 是不是都不見了 這些配備選配 標準配備也是一樣 標準配備也沒有喔 對 標配就標配 車上本來就有東西喔 不是你要花錢的喔 也沒有喔 是不是 那些有錢人一定有認識賓事業務 一定一定 對 郭忠祐講的是對的 我就買這些股票 那我要跟你講一件事 更好玩的是什麼 你看清楚喔 好 更好玩的是 台灣喔 才最近剛開始漲 漲車用晶片概念股 對 對 大陸呢 已經漲半天了 所以怎麼樣 官方整治汽車晶片市場炒作 對 入半逃底股 重挫percent 代表這個就像 台灣喔 先炒航運股 先做航運股 大陸才開始熱 可是問題是 大陸現在開始怎麼樣 汽車晶片概念股已經開始熱很久 現在才灑下來 台灣會補償行情 絕對會有 因為這個汽車晶片缺我 不會只缺一個月兩個月 所以你要見為之助 你懂嗎 我已經告訴你 大陸的一個故事了 大陸在 在炒汽車晶片族群 而汽車晶片族群 現在也真的缺了 我現在跟你講資訊 什麼GLC 什麼200 300 這些車型 這些標配也好 選配也好 一堆都不能選 不能用 連標配 連標準配備 就是你車上本來有的 活生給你摘下來 你懂嗎 對 然後數位儀表也沒有了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 缺貨的事實 而這缺貨的事實代表這件事 我講的 最受惠不是台積點 是連電 所以你看連電最後尾盤拉起來 為什麼 因為對我來講 以前汽車晶片他們很小氣 28奈米啊 他們28奈米以上啊 還是用40奈米的 可是問題 因為它晶片不需要很大嗎 不需要像手機iPhone一樣 把所有晶片塞到那麼小嘛 對 所以我晶片比較大 我是怎麼樣 我比較便宜嘛 便宜賣給你嘛 可是我現在缺貨啦 如果對我汽車 對我賓師來講 我就這樣一台多個2萬塊 我多個2萬塊買到晶片 因為我現在是願意出高很高的價格 是 所以本來是個賠錢握的 汽車晶片本來是賠錢握的 我現在幫你生產 我幫你經驗代工 是 他可能願意毛利變得一下子 可以拉很高 對我賓師來講 我不在乎那1、2萬啦 是 你懂不懂 我在乎有沒有晶片 所以這些本來有虧轉銀的公司 有虧錢握 有虧轉銀 這邊賺錢的公司 這才是真正的一個概念族群 所以林森嘛 以前沒什麼賺錢 甚至有虧錢的時候 是 怎麼樣 股價就上漲了 就有爆發力 友達也是一樣 友達也是一樣 我在跟你講 黑寡婦從黑寡婦 同一個邏輯 迪士尼的時候告訴你 以後 在家裡看電影 是個趨勢 疫情肆虐也是個趨勢 你的友達也要注意清楚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再講一下友達 友達不離不棄 所有兄弟 今天台股大跌的過程中 友達還能長 那沒什麼好怕 好 沒什麼好怕 甚至於我跟大家講 我說2618 長東航跟華航 為什麼長上去 因為他說現在 歐美的一些班機 要透過台灣 不然你在大陸 你不能過夜嘛 對不對 那因為台灣比較近 台灣在中繼上 還有一個原因 什麼 那時候不是我好想去帛琉嗎 通常說不定會去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可以打疫苗 我想打第三針 你知道嗎 我要獲取那個 MBA學位 是疫苗的MBA學位 MODENA 加BNT 加ALEE 我已經ALEE收集成功了 反正我合法嘛 對不對 我不搶台灣的資源 好不好 去國外 隨便打個第三針 第三針 記得我告訴你 一切過去 記得我告訴你 未來 什麼未來 第三季絕對是未來趨勢 好 我都告訴你很多未來 那時候 原大證 自營賠錢 很多人說 投資產真的假的 分析師跟我講 投資產 這個假下去 到底會不會被告啊 是不是 很擔心啊 對啊 不要講哪一位 這不是重點 我說這個不用擔心 這事實有什麼好告的 結果原大你看現在財報出來賠錢 是 那是我也還要政治投資 你不要危言聳聽 是不是政治 是啊 可是利空才好事 利空要測試不提 所以我看比較遠 我那時候說柏柳一個班機 或一位籃球 現在真的一位籃球啊 我打下去問你知道嗎 他說不好意思喔 你要排第五百人喔 我不誇張啊 肉眼你知道嗎 他說只要不用被隔離的話 要排五百個人 那每家旅 我打兩家旅行的事 都說要排四五百個人 所以台灣真的有一群人 是打不到疫苗 快瘋掉了你知道嗎 是 這我跟大家講 好 所以這長東航你說 長東航不知道華航啦 所以你看到 他受益股什麼 第一個班機是誰 長東航你看上去對不對 這長航 你有沒有看到 華航鎖得比較快 是 華航鎖得比較快 為什麼 因為華航還有柏柳這個器材 對 還有一個柏柳班機題材 我看那個班機喔 哇 都七萬塊 還要後補喔 後補兩三百人喔 你懂我意思吧 對 所以 到最後 這去柏柳可能是一個流行 好不好 我不論對我說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好不好 所以我有時候預告喔 有時候是看起來 看起來我那時候說 五六一月份就會 一位籃球 出國是一位籃球 我看的時候那是不準 也不是啊 隔了一段時間會發現我很準啊 你不信 你現在打算去問 你要訂柏柳 他跟你講說不好意思喔 你要後補幾百個人 好 這是我講的好不好 所以我不論對我錯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我不去吃柏柏柏 不去買歐炮 所以今天節目很精彩嘛 告訴你華航長榜為什麼長 沒錯 然後揚明萬海 老二老三賺 才是重點 因為老二老三之前 甚至被元大賣的 甚至你不排除 有的是元大 我一定做一些組合策略嘛 對 我做什麼組合策略 我揚明賠很多 我順便放空 放空揚明啊 或者放空長榮啊 或坐空長榮起 這很正常 等於算避險啊 這很正常 這避險正常啊 不然我是損失白損失喔 我完全不做避險很正常 我一定要做避險喔 不做避險很奇怪 所以你看 一起被賣下來了 所以你搞清楚這些情況之後 知道這些情況如果消失以後 它本來就開始漲了 好 它只是賣下來以後 籌碼就亂了 大家就換了 隨手都換了 這我跟你講 所以今天一件事 我現在我的心歡喔 舊愛是那個 舊愛喔 是那個 是那個資本支出 可是其實一樣嘛 為什麼台積電要擴產 所以台積電只要看到了 汽車晶片 缺貨缺得要命 各個世界的晶片 各個領域晶片 都缺貨缺得要命 對 這我一定不得不過慘 台積電最大問題就是 台積電要漲價漲太慢 是 傻 高層人太好 做生意喔 不要這樣做 真的太傻 這真的真的啊 該漲價就漲價 人家叫你去哪邊去哪邊 張中央就說 不應該這樣子了 他要去哪邊去哪邊 你懂嗎 要是我的話 我是台積電高層 我從頭到尾就去 美國要 美國要強迫我去做事情 我會做 因為不聽美國的話 會被懲罰你知道嗎 對 各個國家要叫我去 德國日本我連甩都不甩 可是沒有辦法 箭在懸善不得不發 我就是傻事啊 因為這個成本大增啊 所以台積電最大問題是 過度擴產 他過度擴產是 我寧願他去美國 可是你也不要去各個國家 這是我台積電我反而現在 稍微保守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 反而聯電有機會 你懂嗎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到時候不得不斬價 對 不得不斬價 帶動誰 帶動是聯電的一個斬價效應啊 我台積電老大我斬價了 我可不可以斬價 可以啊 我汽車晶片都缺貨我可不可以斬價 可以啊 所以我跟你講喔 來喔林森這個也是封測相關的 因為他們有一些汽車封測的 沒錯 還有超風也是一樣喔 所以超風為什麼斬 這個不重要 慢慢斬你不用擔心喔 你不用擔心喔 你不用擔心好不好 我跟你講這些股票 順的也是導線價 車用導線價 今天看起來不錯喔 這些是股票 好不好 林森我是比較看好的 本週我新日報 今天也是冠軍吧 我不確定喔 至少前兩名 是 然後6187萬潤 跟你講一下 喔通常怎麼看 這個缺點 比如說本益比略高 可是不會死 你聽懂嗎 不會死好不好 6756威風 營收不錯 可是公告的 沒有想像中好 可是我覺得 這個要再觀察一下 因為現在電子骨都弱勢嘛 好不好 我就講的是小酌就好 這個不用重壓 頭長蹲帶怎麼辦 蹲帶不行了啦 對不對 看好齁 你聽我講話 頭長蹲帶你今次半被選了 他就跌啦 是不是 不是 所以我跟你講喔 跟我選不選沒有關係 可是我跟你講 蹲帶我非常看好 中長期而已 他沒有300塊 台灣電子股沒救 所以你看台灣電子股 我現在上回指數是不行的 是有壓 這兩件事 蹲帶才是台股最重要的股票之一 好 連一個股票十倍本益比 你都不給他 那股票台股不必做了啦 你懂得做嗎 嗯 不必做了啦 蹲帶至少要300塊 台股才有的救啦 我不講目標價 可是我覺得他本人就更300塊 可是我不講目標價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找個分析師 所以我現在最看好的是說 我說這些車用晶片你要去做 對岸都已經炒一波了 現在在整治了 台灣股市的車用晶片才剛開始 車缺貨真的很缺 如果那次賓士約會 你去問一下嘛 這些選配標配 是不是很多都不能的 這些 這些相關的這些車用晶片 是不是都缺的缺的一塌糊塗 你去問清楚就知道 這些股價才剛開始漲 那個友達也是一樣 友達這些低本益比股票 我又太委屈 我真的要用力買 現在看起來是壞時代 我看起來是好時代 只要政府願意解決這個 單衝新制度修正一下 不要是解決 修正一下 拜託行行好 我覺得台灣股市還會噴出去 你相信我 台灣大家還是願意 那個向上的 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覺得當有人建議的時候 我覺得主管警官會聽得進去 會聽得進去 我只希望主管警官行行好 好不好 那些航運股看起來是不錯的 所以不論對我做一切切 預告到前面 台灣股市 是有機會在台灣的 在Delta病毒肆虐之下 你這邊看起來是壞時機 我看起來是好時機 不論對我做一切切的預告到前面 這樣看你要只能分析師 余初各位也能夠賺大錢 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通知 想要了解更多資訊 歡迎播打專線 0800668085 榮耀懷來接我們明天見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小組A178178 Telegram私人帳號小組S178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都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